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伟凯达格兰学校校友,过去连续四年都有出席凯达格兰基金会募款餐会,原本明天也将出席,却临时喊卡。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受访表示,因为听说今年有统促党人士将到场闹场,也有民进党是否提名台北市长的争议。 他与主办单位联系,主办单位担心会场将失序,认为这样对柯失礼,因此希望柯今年不要去,将另外安排柯文哲与前总统陈水扁会面媒体询问是否为主办单位建议。 陈景俊说,市府有跟主办单位讨论,主办单位也有建议市长取消出席,他也跟市长报告过,市长表示尊重主办单位意见。 避免让活动失交,至于何时跟陈水扁会面,陈景俊表示自己会在跟陈水扁桥定时间叙叙旧。 他最后说,也不用在乎一个参会,因为柯市长跟陈水扁都是旧时,朋友是永久的,希望未来还是有机会见面,再来叙叙旧,聊聊天,不在乎只有这次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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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